这是秦国最需要人才的时刻 秦孝公命甘龙草拟求贤令 话锋是这样的 秦国之道在于举才用才 遥举顺 顺举语 文王房旅上 桓公得管仲 木公得百里 皆圣王明君 举才用才之楷模 今我秦国当心 国君明锐 期盼列国名士入秦 共臣大赢 老干龙读得一扬顿挫 那叫一个嗨 可秦孝公听得直皱眉头 大赢 求贤令不能这么写 干龙纳闷了呀 我最精彩的片段还没读呢 你就让我停 这拿村长不当干部呀 君上 这是老臣反复思量写成 有何不妥呀 哪不妥还真不好说 毕竟老干龙也是从政多年 写个发言稿什么的 那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不过秦孝公并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求贤令 也成了和某些领导发言稿一样 对自己自吹自擂对别人 阿谀奉承对问题视而不见 秦孝公说道 听着不扎实 那应该如何扎实法呀 套话大话 到底是有求于别人 还是想恩赐于别人呢 警戒急忙打哈哈 上大夫文莫深远 重写就是 老干龙哪肯认输 重写 你写 孝公一看老干龙的表现 那是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只好使出脱子绝 上大夫 容我考虑考虑 明天再说 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思冥想 秦孝公亲自长笔 写下了秦孝公版的求贤令 而在第二天的朝会上 当秦孝公问众人意见时 傲娇的老干龙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此等求贤令 老臣断断不敢搞同 紧跟着 秦孝公的大哥 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数落先祖 这也算求贤令吗 张氏公孙谷也紧随其后 开始布刀 扎实是扎实的 可总归有些苛责阻伤 只有警戒一人 在力挺秦孝公 君上一片痴心 这卷求贤令 定能震动天下 听完大家的意见后 秦孝公解释道 诚心求贤 就得捧出真心实话 先祖误国 就不能说吗 分明就是穷国弱邦 空留尊严 死要面子 求贤还要摆谱 是你 你愿意入秦吗 秦孝公语重心长地 说出了自己的忠心思想 求贤为了什么 为强国 为富民 求得大才 强国富民 那才是真正的敬祖 所以啊 不要给我拿祖先说事 就这样了 不敢 放 秦国的求贤令 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咸阳车门大开 求贤令快马加鞭的 踏上了奔赴六国的行程 这是魏央一生中 最丢人的时刻 他和秦孝公未来的媳妇吃饭 突然一探头 喊了一声小弟 对方正纳闷呢 他就扒在窗子上大喊 话公小弟 说着就往楼下跑 先是撞翻了送饭的小二 把饭菜撒了一地 紧跟着又被送酒的小二撞翻 腰子磕到桌案上 魏央来不及解释了 一把扒拉开小二 冲到街道上 边喊边横冲直撞 白雪刚张口想喊魏央 他就一头撞杆 人仰马翻 众人一顿纷纷 魏央却一脸兴奋 小弟 魏央兄 魏央笑得蓬头垢面 白雪笑得沁人心脾 他正是为魏央而来 秦孝公发了求贤令 侯勇 按摩侯营第一时间 就给白雪送去了信 白雪拿到求贤令 马上就想到魏央 刚准备出门 景监又来了 于是呀 便上演了一出 卧底调戏间谍的好戏 秦国间谍景监 还是假扮成商人 打算利用 洞湘春这个消息海 作为六国世子的中转战 秘密 护诉能人入秦 但是面上呢 只能谈生意 说他打算盘下洞湘春 装作是为了赚赏金 引得一世入秦 赏金一败 若能招来百师入秦 万金大利 不知公子以为如何 祖传老殿 从不延迈 景监以为对方想抬价 也放出豪言 女公子 尽可开价 送你三月 不收分文 景监吓了一跳 这丫头怕是疯了吧 白雪早已打算去找魏央 让魏央入秦 自然也不介意 帮帮这个秦国间谍 但是为了让这个间谍 相信自己 还得顺便赚他点钱 先生回秦之后 领了赏金 分我一半即逝 随即便迫不及待的 满世界寻找魏央 按他的推断 以魏央的性格 哪有事情去哪找魏央 准没错 眼下就其他两国 动静最大了 先其后韩 白雪对魏央的判断 一点都没错 在齐国和孟子对喷之后 魏央感觉齐王不行 于是便周转到了韩国 如今法家数派代表人物 申不害 已经成了韩国丞相 见魏央来吓了一跳 以为魏央也是来韩国 谋发展 魏央则表示 自己不会选齐国 也不会选韩国 身不害倒挺大方 请三人一同饮酒 韩国穷无以为敬 破屋名誉 观酒 来干 怎样都不是自己的 你个小子 都不是自己的 才大气派呢 九过三旬 法家二派立下了二十年赌局 让玄妻小姑娘做裁判 谁能在异国 推行变法 二十年以上 便是法家正道 好 可哪里需要等到一年 这不白雪已经把求贤令送来了 白雪把求贤令递给玄妻 说你嗓音甜美 长相秀丽 不如就由你来朗读 并背诵全文吧 秦宫迎娶良 告天下之事 秦自目公称霸 国事有成 大业有望 然其后诸君不嫌 立功造功 简功 出子 四世正昏 内乱贫出 外患交迫 何熙济师 韩官一首 秦是由大国而辟出异语 其后相公继位 御途振兴 连年苦战 引恨身亡 当此之时 国若民穷 列国悲秦 不于会盟 且欲分秦灭秦而后快 国耻足恨 莫大于此 本公继位 长思国耻 悲痛于心 今 银曲良 宁告天下 但又能出长策 奇迹 而使秦国 恢复木工 霸业者 居高官 领国正 与本公 共治秦国 分享秦国 听完玄琪姑娘的求贤令 魏央长出一口气 一时间沉默无语 胸中却翻翻滚滚的涌动起来 百里玄琪 微笑着说道 公子可有评说 魏央只在抬头 郑重的答道 秦宫求贤令 乃五百年一卷雄文 何以见得 魏央正色缓缓道来 我跟你说 这求贤令 绝对是非同寻常呀 第一 痛说国耻 隶属 先祖四代无能 这可谓 开旷古先河呀 你们想想 历朝历代 举世当国军的 有几个能这么做 又有几个 敢这么做 第二 名言求 强秦奇迹 而不是求 治国之术 从这点可以看出 秦宫 智在天下霸业 身处穷弱 竟能做 昆蓬远望 吞吐霸荒 除了鸟生鱼汤那几位 还有什么人能比 第三 胸襟呢 是绝对开阔 你们还别不服气 人家敢和全臣 分享秦国 共享天下呀 显然 魏央是被求贤令 真正的打动了 一旁的白雪 明显比魏央激动多了 他端起 比他的头还要大的海碗 当场就要一口闷 其他人也不好 在杏头上打断他呀 只好一人拿起一只海碗 喝了起来 白月老头喝完茶水后 有意考骄魏央 魏央海碗一放 慷慨的说道 要是说不足嘛 那还是有的 老人平静的面颊 突然抽出了几下 好像在说 年轻人 你无耻的样子 颇有老夫 年轻时候的神愿 老人问道 那你说说 咋才算是有大智咧 魏央吹起牛来 那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白离老头来了兴致 也跟着魏央 开始吹起了牛 魏央这会儿心情好 也就有了闲情一致 都开始怼老头玩了 不是正是负 白离全奇小姑娘 心情也似乎好了起来 顺着魏央的话 开始逗自己的爷爷 可他们哪里是白离老头的对手 老头直接一句 天作之河 今日方箭 就把眼前的几个后生 都闹了个脸糊 秦宫是秦宫 你呢 万千归一 这是关键 眼看白雪和老头都在询问 魏央也做出了决断 心见求见令 我已一定 去秦国 一展所学 秦孝公大忌磅礴之雄文 使得云游四方 寻求民主的魏央 义无反顾 直奔秦国而去 从此开启了他举世闻名的 商鸯 变法 革新之路 喜欢的朋友 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儿 信心拜谢了